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全國技能競賽 國家技能週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因為他們今天除了要選出國手之外 也是許多高職或者是許多年輕的小朋友們 他們是成為一個重要國標代表選手的一個很重要的比賽 所以今天裡面的會場非常嚴肅 今年也非常的盛大 所以我們話不多說 隨便進去吧 Go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非常盛大的會場 有看到這個平日的速度 這個手速 他現在在把管切下來 考試的時候他們就會拿一張圖給你 然後開始要你按照圖上面的動作去做 所以他們就切管完之後要趕快用計算機 算出他每一個管的管材 關管機關完之後切管機切一切 然後黏起來 然後現在這個氣氛其實就是 一種緊張的比賽氣氛 我們不要打擾人家 趕快走 然後一個在這個區域呢 板金 我們可以偷偷看一下那個板金上面的那個 CAD它的圖檔 板金就是你要在一個很快的時間內 迅速從彩板定位 然後摺床 然後去做成一個形狀 形體出來 在剛剛畫完紙板的時候 我們看到後面就是有一個切床 他們就會把它的材料 快快切完 切完旁邊紅色的那個就是摺床 摺床就是在我們頻道裡面 你常看到紅老闆在摺的那個東西 就會摺床 那個時候你會做很多的動作 就是把那個圓盤合上去 看你用手工斷出來的那個圓弧度 它到底有沒有符合接盤 離得太遠的話 你要到時候去焊接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形 如果板金的次數越多 或者是你反覆做它的圓弧的動作 越多的時候 你在後面的焊接就會變得更輕鬆 然後千萬不要前面非常急 然後後面就硬焊 它這個動作很像在輪圓 雖然說現在有機器了 但是手板的板金的輪圓的輪法 還是很重要 施加壓力的方式 跟它左右滑動做的那個動作 然後你在這邊也會聞到一個淡淡熟悉的味道 焊接 然後旁邊呢這邊有一個AWS A3的焊接姿勢的比例對照 就是各位朋友啊 如果你對於焊接姿勢 想要更了解更深入 或者是你想要同時訓練你的英文的話 你就可以上那個AWS 去看他們很多有很多詳細的介紹 然後它到這個裡面呢 有沒有看到就是裡面有擁有的一些 閃閃發亮 砂輪機帶研磨的一點小火花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帶大家從裡面繞進去拍一圈 走 我們可以從這邊的對面 去看它後面滲透的狀況 然後跟它的溫度控制 他們已經幫大家用黑玻璃把它隔起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需要戴那個自動變色眼鏡 你就可以看到 你剛在焊接的項目當中 他們也看到它的比了是變焊 當然它裡面還包含了 就是TIG啊CO2啊 各種焊接的比賽 它全部都是一個 在全國技能競賽裡面去看到的 所以如果各位 鏡頭前的觀眾 爸爸媽媽們 或者是你家的小孩 不知道你明天要念什麼科系 你不知道學什麼專長 你可以在這三天的時候 來這邊走一圈 然後看完之後 再決定說你小孩去念什麼學校 那我們往下看吧 他們當然除了比賽的競技會場之外啊 他們外面他們也會有一些贊助的廠商 然後或者是一些設備的廠商 它可以讓你們在現場去體驗啞焊 或者是去電焊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些 鏡頭上面的螢幕 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焊道到底焊得好不好 你的溫度火控制的到底好不好 如果假設你今天是很害怕電光火石的 就CO2焊接的時候 你會怕那個火炸出來 然後用到自己身上的話 你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學校練習 好現在就是它的螢幕面前的鏡頭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它會提示你的手的角度一不一樣 演這種畫面就是你在玩一些日本的 有趣的遊戲才會看到 然後它現在就是直接用在公約上 他沒有那個手的那個 槍的感覺 中餐烹飪 我以前的母校喬太友來比 然後我來那邊看完之後 它根本就比雕塑 你知道嗎 這些應該看起來都是可以吃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就會做一些 心棒啊 支架去支撐 其實原理就跟我們做雕塑差不多啦 大家有沒有 Tag他們頭上都有一種 很可愛的 桃紅色粉塵 你看在研磨的時候 都會產生一些粉塵 然後會飛 所以我們之前在做模型的時候 模具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個集成設備 就一邊磨的時候 然後一邊洗 然後模型創作呢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通用在 不管是工業啊 然後景觀啊 圓形啊 甚至是 你要做一些公共運輸的一些小圓形 它都能夠利用這樣子的技巧 跟這樣子的技術 然後去製作完成 不過他們這種就是有比賽時間嘛 因為你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然後比出到底誰是最快 然後最精準 然後做出來的項目 跟出了考慮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這一次決賽是18個小時 對 然後我們去比賽的時候是6個小時 哇 所以他們在那邊連幹18個小時 沒有沒有 他們是分三天 比賽會分三天 OKOK 像他們這一次使用材料 叫做化學木材 對 我們又稱叫代木 代木的代木 然後他們就是會進行一些 機械型的加工 其實用代木是不是也比較公平對不對 才不會拿那木頭出來 它剛好切到滿有樹柳的 然後斷刀 好 那剛模型做完了之後 下一刻要幹嘛呢 做模具 他們這次用的模具設備都非常好 剛剛看那個OR 那個算是台東的驕傲 就是台東軍機 有機會的話會拍一集跟大家講解一下 他們看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叫集體創作 大家知道什麼是集體創作嗎 一二 一二 同學你是裁判助理 對 那你今天這個集體創作的類別是幹嘛的 集體創作就是做一個產品的開發 對 然後過程中需要有三個人為主 然後兩個機械一個店 對 所以你曾經也是選手嗎 對 我是從 我2019從卡三當比龍回來 台灣代表 那你當年的成績是 喔 世界第三 了不起喔 沒有 很棒耶 而且 而且你們現在以前的 以前的 就是得獎的學長現在都會回來幫忙 對不對 就是回來帶著學弟 他們這個會場呢 就除了有一些技能競賽之外 他們還有一些特別的廠商 像這個天鋼 工作室裡面很多東西都展示 排在上面 就是整個手動電動工具都展示的話 你都可以用他們這種小弓箭 然後他們除了一些板金廠商啊 他們有一些自己的設備啊 像這個 欸 保濕酒 他們的焊接機的CP值都蠻高的 來這邊 汽車噴漆器 就是當你板金修復好了之後呢 你就會回到汽車噴漆 然後這邊現場都會有一些 除了他們選手之外 會有下面有一些贊助的廠商 就像石燕啊 可能就贊助他的 綠罩啊 和泰汽車 和泰汽車可能是贊助他的 車門吧 所以大家可能去租車的時候 都是被修過的 被修過的車門 被選手 坐過的車門 一定有個贊次門 一個一個走出來 然後你可以從裡面看一下 裡面會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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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起來 完成了完成了 Yeah 大家看他們主辦單位 直接在場外 搭一個現場三天的烤漆爐 然後還有一些空氣過濾系統 那個成本真的非常浩大 大家真的很值得來過來參觀 然後我們來去看另外一個 氣磚 我們來帶大家一看頭髓啊 在場外的就是氣磚項目 氣磚他們就使用了一些傳統工法 然後用一些泥沙沙漿 然後去今天要考驗 在比賽會場當中 然後怎麼樣能夠組成他的結構力啊 然後選手的穩定性啊 還有他在挖白的時候 跟他在修補的時候 他們的實用的技巧 跟他的完整度 以前那個老一輩的人 跟氣磚人都教我們的時候 就是說 你在做堆疊氣牆之前 你一定要先餵手 餵手把它餵飽 你這樣做起來的牆 的強度才會強 那在選手的旁邊 你都會看到許多裁判長 然後跟場地的解說人員 這邊的裁判都非常的厲害 就是大家不要小看他們 這些裁判都是以前非常厲害的選手 不然就是每一個 學校代表科技的老師 或者是曾經代表很多國家 出去比賽的一些裁判 或不是一些 或是亂七八糟的怪品 這區是建築鋪面 然後大家來看一下他的桌上 有這一次的考慮 然後跟做一些就是 他現在現場在做打板的配置 所以他要把上面的磚 然後按照他上面的鋪面 很像做拼圖一樣 要不要一塊一塊的 很認真把它停止 各位選手 最後三分鐘 所以其實各位 除了一般來參觀之外 你如果是一個企業老闆 或者是你是一些 很不錯的集團 你想要從年輕朋友 開始栽培的時候 你都可以 像你家有可能需要 什麼樣的項目 那就可以來這邊 找人才跟找選手 就像你家如果有直升機的話 你需要有人來幫你修直升機 你也可以在今天這個時候 然後來跟選手們搭訕 但是重點就是 不要影響他們比賽 因為這兩天 他們是很重要的 是要選出誰能夠代表台灣 然後去參加國際級的競賽 好像這個 石膏技術跟乾牆系統 就是大家有沒有見到 以前的清閣間有沒有 現在看到他們已經做到 準備要劈頭的地方了 他們做到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就會用補圖 然後混合石膏 然後把它補平 然後他們裡面工具箱 裡面都有自己的 特殊專門自己喜歡用的工具 看起來是剛剛那個選手做得最快 安全鞋 剛好今天也是我們腳上穿的安全鞋 你好 你好 工作安全鞋 你的聲音怎麼那麼耳熟 我就是那個被你恐嚇的那個老闆 趕快走 等一下 輕管 有人要買鞋 我可以看一下那個另外一隻腳嗎 另外一隻腳 另外一隻腳 對 可以 怎麼知道 秘密 不要說 不都算了 不都算了 拜拜 你好 你好 你們的工具很棒 沒錯 他們這次用的設備都很好 所以好好認真努力練習 你就可以當國手 當國手你就可以用很好的設備 小弟最愛買的這張工具 我看到一個熟悉的人了 這個 這個人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萌萌 你知道什麼要特別介紹嗎 他養蝦非常的厲害 他養蝦更厲害 不是 人生三個 他是曾經非常屌台灣代表的國手 然後也是 你是當年比的項目是什麼 當目高 我們跟著前國手 來進來現場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競賽時間是18個鐘頭 那一般做的門窗可能是 1比1的 太大了 會太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就做1比2的 對 那一樣是會有一個外框 跟一個內框 你那年的考第一考什麼 也是門窗 那造型就開 因為國際競賽是24個鐘頭 對 所以難度會比這個更多 因為全國賽他還不能考太難 對 那等他在訓練的時候 第二次國手選擇 然後 再練了一年才能代表國家 因為我們一樣是經濟頻道的人 對 那一定會有很多問問題 那我跟你一樣是屬於不常識的 只要他問我 我都很樂意分享 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其實我長的獅子 你不知道而已 喔 因為也長不住 長的獅子 因為 然後各位看這些選手 雖然年紀都很輕 但是他那些動作啊 跟姿勢跟那個氣勢 他其實都是贏到那種 老塞屋等級 好啦 從下看 看不完啦 今天逛一整天 你看那個小學生都有一些 老塞屋有沒有咬 咬線啊 平面設計組耶 平面設計很重要喔 平面設計大家都不要覺得好像 那個就是 拿個電腦然後畫畫的圖 然後就跟他收人家幾萬塊 平面設計最痛苦的就是很燒腦 你先你先你先 不要客氣 你先你先 你先你先 沒有沒有你拍你拍 沒關係沒關係你拍 來 虛擬市場體驗呢 裡面就是會有很多壞老闆 虛擬市場體驗裡面就是有很多 很好的同事跟很好的老闆 讓你感受一下 創造你的吉亞夢 大家可以寫上 你以後想要去哪邊工作 我希望長大以後 可以去超人等少年的公司上班 南方創客基地 去年有去他們的南方創客 這邊有去演講過一次 可以吹嗎 你怎麼看這種不健康的頻道 好 酷喔 純手工製造 增加價值了 耶 帥 帥帥帥帥帥 通路昌克基地 嗨你好 你是誰我應該不認識你吧 好 這樣就對了 再一次 我們這次壓到 一動就好了 對啊放在我哈雷的鵰匙圈上 上面這邊全部放的啊 都是這次比賽所有的贊助商 然後包含你看台中經濟啊 然後鄭勤啊 馬基達啊 然後什麼 Iron Steel啊 裝機就各的很厲害的 企業跟很厲害的學校 所以我們要用最高的榮耀來感謝他們 我們已經走了一樓三樓四樓七樓 其實整個會場非常的大 因為今天是五十周年 所以他非常盛大的去辦這個展覽 活動他除了今天明天後天 這三天你都可以來免費來參加 那不管你是重新去找工作 或重新想要學技術啊 或者是你的國中你想要升高中 去找一個不錯的學校 或者是你要上大學 那甚至是說 你要來這邊找人才 其實都可以在這三天當中 來這邊逛逛 那這次的比賽完之後呢 就會從這群的選手當中 去選出國手 那國手完還會再培訓 培訓完之後就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真的是很光榮的啊 大家可能都會想說 學完這個技術之後可以幹嘛呢 是不是懷疑做工呢 其實不是講此的 因為不管你是學要砌砖 你是學景觀製造 或者是今天你是學配管 學裝潢學板金 他都只是一個 你所學習以後能夠在這個 社會上行走的一個技術 那如果今天你是學板金啊 你是學模型去學製造啊 他都能夠可以幫助你開發產品啊 或者是他能夠幫助你在做一些 新東西新產品的研發的時候 讓你成為一個可以比別人 還要有更低的成本 然後去製造而生產甚至量產 然後賺錢賺到全世界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再有那個 老派的觀念 就覺得你好像念完職效 或念完這些技術之後 你以後就只能做這個 這太俗氣了 所以在他們變成國手完之後呢 他們之後就能夠代替台灣出國比賽 那除了勞動工之外 其實包含現在政府有非常多的單位 都能夠讓你學習技術 例如說勞動部啊 文化資產局啊 甚至文化部啊 他們每年都會選出人間國寶 然後去讓他們做技術的傳承 所以像今天的JPAR 他可能變成國手 代表台灣出國比賽之後 然後回來 然後就經過了50年 60年的努力 然後把他的經驗傳承 變成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 他能夠繼續把這個技術 傳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讓我們所有的技術 他都不要被尖斷 然後也不要被人家遺忘 然後最後今天最重要的是 就是得獎的時候可以頒獎啊 Yeah 冠軍獎牌 今後今後出國比賽 拿強軍 拿金牌 今天很帥 他們還有做一個小巧思 趁這個中午有空的時候呢 都可以來到南港展覽館的餓館 然後來開啟你的人生的新的世界 這些超人生少年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真的嗎 我照早沒差 沒關係 不行我們在意工業安全 我們要把它放好 你看裡面這個老爺這些裤子 看起來就是一個 來行的 可能屬於什麼就是在做專調的 有沒有 這種專調的調車好不好 那現實當中不能做的事有沒有 就可以在這樣子的虛擬行徑當中 去完成它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就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拿到冠軍 每個人都可以拿到冠軍 那誰要輸 各位朋友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帶上這個 代表國家榮譽的金牌 好 然後我們就伴獎日見囉 拜託